蕎麥 快 好貨好貨 真的嗎 是 這個 這就叫做金沙 就是龍蚊石 它最頂級的金沙 這樣看得到嗎 有一點一點金色的 泡一下水讓你泡一下 泡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 有耶 就真的耶 一點一點金子 像沙子一樣在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裡 好像一個銀河喔 有沒有看到 可以打得看 魔法 裡面已經閃出七彩的光芒了 我的天啊 還好我鎮得住它 各位觀眾 七彩必須 它真的變得有彩色的 而且它那個是結晶體 自然的變色 真的 感覺上面它不是用噴的 不是用畫的 對 這就是洗頭電腦這樣 對 它有一些那種 礦物質的那種亮晶晶的 對 一些顆粒在裡面 台灣Dating節目 曾經帶領觀眾上山下海 全台挖過許多珍貴稀有的寶藏 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包括彩花蓮限定 色彩瑰麗多變的玫瑰石 以及前進到西邊跟礦根區 尋找獨特的台灣玉 了解盛行一時的彩玉行業 每次探秘都讓我大開眼界 但是你知道嗎 這幾年在屏東線的三地門鄉一帶 竟然被人意外發現 藏有目前全台最大的台灣國寶龍蚊石 不僅品質絕佳 產量豐富 經過處理之後的價格更是驚人 究竟這獨步全球的龍蚊石 有多迷人 讓我們來去一探究竟 講到尋寶就讓人血脈噴髒啊 台灣其實很多地方 有石頭變黃金對不對 有什麼玫瑰石 豐田玉 還有很多地方大理石等等之類的 但是這次來到南部屏東 山地門這個地方 據說在這邊 有人在這邊的溪床當中 找到非常罕見的龍蚊石 非常昂貴 而且他們因此而致富 開了自己的工作室 有沒有看到 應該就這群大哥了 大哥 大哥 你好 小馬 你好 你好 我聽說你們要帶我去尋寶 正準備要出發 對 出去那個 我們叫做那個什麼 艾遼溪 黃大哥說我們要前往的地區 是位於艾遼溪的上游 屬於原住民管制區 若沒有申請一般人是無法進入的 而他在因緣際會之下前往該地區 意外發現 那裡不僅龍蚊石礦極為豐富 堪稱全台最有潛力的處女地 還有其他極為特殊的礦石 保證讓我們大開眼界 但是想進入可沒那麼簡單 大哥 什麼狀況 幹嘛停下來 沒有 我們現在 因為也要尊重我們這個三神 然後每一次我們進來都要 把我們三神做一個比較隆重 而簡單的一個儀式 是 這是我們原住民的 這個基本上面一種儀式 對 對不對 在原住民朋友的祈禱之下 希望這次的尋寶行動 所有的工作人員跟協派的朋友們 都能夠平安完成這次的任務 順利找到龍蚊石 現在已經要到了我們這個 河床了 開始路面有點顛簸了 當然這台是一台四輪驅動的騎輔車 也比較高 真的有點斜斜的 很難 有一點點危險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旁邊石頭好大 對 旁邊石頭很大 而且有點斜 畢竟我不是常常開這種車的人 我是小轎車一組 雙手緊握著方向盤 腳下的油門這麼一踩 一口氣衝過用水管 臨時搭起的便橋 雖然路況不好 索性這條便道 大哥們經常在跑 算是非常熟悉 但是話才說完 前面好像又發生狀況了 怎麼又停了 現在有點麻煩 我跟妳講一下 麻煩 這個麻煩 對 待會你看 這個溪水這麼的溫潔 所以我們待會直接衝過去 不能在中間停下來 好 我問你 現在有一個是往這邊 一個是往這邊 我們要走這邊對不對 左邊 左邊嘛 對 左邊 OK 那我先過去啦 好不好 我跟著你們 走吧 我想沒有什麼別的路可以去 沒有 唯一的一條路 雖然小毛 我是新驚驚驚 但是在吉普車的加持之下 順利通過了溪流 而在我們眼前 就是全台最大的龍蚊石住履地 你看 這就是我們要發掘龍蚊石的地方嗎 對啊對啊 正常喔 就是我們大水沖刷過後 會再河的兩道 因為它被翻滾之後 會往旁邊推擠 那我從外觀上面要怎麼看呢 因為我這樣放眼光過去都是 沒有辦法看到它有這樣的光澤啊 它有一個特徵就是 它本身就有點帶一點 所謂的綠礦 綠 它有點斑駁 有點綠礦 OK 它不是黑色 它是綠色 除了龍蚊石以外 我們這邊還有鐵丸石 氣材鐵丸石 是從外觀上面看出彩色的 對的 然後接著還有一種叫做磁場石 現在很夯的磁場石 磁場石是什麼 它就是用磁鐵 它可以吸住 石頭喔 石頭可以吸住磁鐵 因為它有磁場 對 還有一種更屌 就是一個叫做金砂石 金砂石 它是龍蚊石裡面最屌的 極速最高的 龍蚊石的金砂 頂級 頂級的金龍來了 對 聽完大哥介紹 我眼睛整個是亮起來了 摩拳擦掌準備來掏金 大哥說 在巴巴風災之後 龍蚊石的礦脈 隨著土石流衝刷下來 遍布艾遼西中 尤其是溪流轉彎處 更常見到龍蚊石的出沒 而且只要看到一顆龍蚊石 它的周圍 就有其他龍蚊石出現 話雖然說得簡單 只是這西裝裡全部都是石頭 哪一顆才是龍蚊石啊 這個是什麼石 這是石鷹 我怎麼一直拿到石鷹 石鷹帶黑膽 帶黑膽 黑膽是不是很厲害 是 厲害 那這個有沒有價值 有 以我的功力 這個應該賣個五萬塊 是OK的 來東方了 對 嚇人家就是我的 沒錯 不是這麼高級 讚 這個 放生 那這裡有比較 欸 不要浪費喔 你不要覺得你自己拿 觀眾朋友也看不懂 沒有… 你不要說你拿就比我貴喔 不是 這跟你講真的 這個東西最少五萬塊 絕對跑不掉 我這個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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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五萬 這個也五萬 可是這個是往上 你這是定級 最頂到底就是五萬 我這個可能跑到十萬 所以 真的喔 真的是石不可貌相 若不是大哥的介紹 我壓根就沒有發現 這一顆不清的石頭 竟然可以這麼有價值 話說黑膽石的成因 是因為板塊的擠壓 使沙葉岩被石音貫穿 而留下黑白分明的線條 又因為它的顏色 黑如動物的膽汁 才命名為黑膽石 優良的原石 加上雕刻師的雕琢 身價可是馬上一飛從天 尚看數萬不是夢 這個就是 我們傳說中 有能量的一個 磁場石 磁場石 對 那我們要怎麼做試驗 它會有能量呢 等一下 我拿一下 好 來... 好 來... 好 來... 磁場石 磁場石 好 來 有喔... 有感覺到喔 有喔 有喔 真的耶 磁場石 磁場石 對... 這個你們會用來幹嘛的 因為它本身帶一些磁場 它也是磁場 但這磁場對人好嗎 有些磁場不一定對人好啊 龍蚊石它裡面含一些黃銅礦跟金礦 對... 那黃銅礦它本身 可以促進那個 學藝系 喔 對... 新陳代謝的學藝系 看似神奇的表演 其實原理很簡單 主要是因為石頭裡 含有磁鐵礦 而它是一種 天然深層的磁鐵 才能夠吸住石頭 疑惑疑解答 但是來到愛聊溪 已經有一段時間 我看到了黑膽石 也看到了磁鐵礦 究竟我們這次的終極目標 龍蚊石 你身在何方 小貓 快 好貨 真的嗎 是 你在哪裡找的 就這邊 這是我剛剛丟過來的啊 沒有啦... 開玩笑啦 不好玩 這個 這就叫做金鯊 就是龍蚊石 它最頂級的金鯊 這樣看得到嗎 有...一點一點金色的 一點一點金色的 泡一下水讓你... 泡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 有耶 就真的耶 一點一點金色 像沙子一樣在裡面耶 有沒有看到這裡 好像一個銀河喔 有沒有看到 我... 怎麼樣... 怎麼了 厲害了嗎 這顆... 我覺得你這顆比你這顆金耶 來... 洗一下... 泡個水... 不錯喔 這就是龍蚊石是不是 對... 這就是龍蚊石 最頂級的金鯊 頂級金鯊 最頂級的 這個用肉眼兩邊看起來 剛剛淋過水之後呢 非常的明顯 因為呢 這個呢金光閃閃的 對 這個相當的黯淡了 太讚啦 千呼萬壞 我心心念念的龍蚊石 終於現身 大哥說 為了了解龍蚊石的金鯊含量 他們甚至將石頭送去檢驗 發現愛聊西一代的龍蚊石 金鯊含量極高 甚至高達80% 數字非常驚人 你哪裡挑 這裡啊 我剛才有這麼頂級 我沒看到 因為我就在挑這個顏色的啊 你看 有亮亮的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亮亮的 而且這顆... 這顆顏色還滿漂亮的耶 有點像台灣耶 就是我們在講的 龍蚊石它最頂級的 就是它的金鯊石共生的完美比例 什麼叫金鯊石共生 就是這個東西 它含金的成分密度是最高的 OK 然後再來就是綠色的玉 跟橘色的玉 然後呢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片葉原 三種材質 對 共生在這塊石頭裡面 最厲害的 我們要找的叫龍蚊石嘛 對 龍蚊石的最頂級的 就是我們找到的算是 寶物中的寶物 你看 對 最頂級的 所以我剛剛這樣撿起來 就撿到寶物中的寶物 對 來... 多少 一顆多少 什麼 你剛結婚嘛 你剛結婚 對 所以說這個... 這一個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 這是我小孩的學費 是 六個學期 我們... 我們是... 我們在那邊會待幾天 我覺得我還可以拗耶 我就找到了耶 各位 我撿到最厲害的龍蚊石了 Yeah 讚 讚 天啊 原來被我踩在腳底下的龍蚊石 竟然這麼值錢 撿到它晚上睡覺也會笑啊 親愛的老婆 我的孩子們的學費就有著落了 太開心了 頂級龍蚊石的最大特點 就是金玉石共生 又因為金屬在經過琢磨之後 可以展現出 極具未來感的奇特線條 再搭配上石跟玉的相框 閃閃發亮 線條類似龍蚊 因此被取名為龍蚊石 小馬火這次入寶山 可以說是滿載而歸 龍蚊石到底多美 打磨之後便無知真曉 現在呢 這就是一個工藝的技術了 有些石頭要經過那個水刀 把它切開來之後 才能看到裡面的紋路 有山水化什麼 但是那種石頭 又是不一樣的玩法 現在這個龍蚊石呢 本身應該是要拋出像那個 大哥脖子上那個項鍊一樣 可能越拋會越亮 對不對 是啊 現在我們把它補藥的地方 都把它磨掉 對 去除掉 然後做出一個比較有一些 所謂的形象 異境 對 也有一些 郁郁的一些住材方向去發展 OK 為了推廣在地的龍蚊石 黃大哥召集了 屏東水門村的村民組成研磨班 目前約有30個班員 共同鹼食打磨生產 希望打造地方新產業 不僅增加在地的收入 更大力推廣龍蚊石的特色 像這樣子整瓶 其實它最簡單 就是我們要有幾個要領 就是把它的拋物線做出來 讓它沒有零零腳腳 我知道 不要有那個所謂的點線面 因為太多的點太多的線 它待會兒我們再拋光之後 它產生出來的一些面的一個 光澤度就不漂亮 它會有太多的面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 零零腳腳的地方去除掉 讓它的拋物線更美 然後接著這個地方 就依照它的線條紋路走向 我們把它往下 讓它金屬的結構更漂亮 這樣子 可能你會有預想不到的結果 要發生了 你看 金屬越來越完整 你看 是 挖下去之後你看 裡面的金屬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 了解 想要讓龍蚊石現行 可以說是非常的費工 經過塑形 雕刻 修毛邊 打磨等繁複的十六道程序之後 一塊原本隱藏在石頭裡 暗淡烏光的龍蚊石 終於與世人見面了 馬爺 你看 我這個好了 OK吧 怎麼會這麼漂亮 你很難想像這個是三 幾種不同的材質在一起 你剛剛講說金玉石 100分 金的就是中間這個像骨頭一樣 龍骨的部分 石頭 玉 肉色的玉在這邊 很漂亮的一塊 這個呢 經過這樣子一個製作之後呢 這個價值就提升起來了 沒錯 OK 就玉底佐不成形 好 我跟你講 我剛才在旁邊 已經偷偷學會你的技術了 好 接下來換我上槽 親眼看到一顆不起眼的石頭 在大哥的喬手打磨之下 閃閃發光 真是太讓人驚豔了 我拿著剛剛在西中剪刀的 頂級龍蚊石 小心翼翼的琢磨著 希望能在我的打造之下 將它的美麗展現出來 一點一滴的銀色的光芒 逐漸閃耀 剛才是一塊非常不起眼的 黑不拉雞的 對我太太說 很像電電的東西 就被這麼一拋光 之後呢 它露出它真正在 真正隱藏在 石頭裡面的這個金屬 它的光澤 好像魔術一般喔 大哥 好了耶 真的太驚喜了吧 你看到沒有本來是一顆 不不起眼的一個黑黑的石頭 然後磨出來之後 你看我做的台灣 做到這樣子算100分 算100分 因為所有的學員裡面 我看到你的進度是 超投入而且效果跟 真的喔 對 我給你打100分 謝謝… 好不好 但是你這個可以再幫我 你知道你專家 絕對沒問題 好不好 再幫我把它金雕欲濁一下 OK OK 好不好 再把它弄到更好 好 你裡面還有更多厲害的作品 對 就是厲害的東西在裡面 好不好 老婆 好不好 變變變黃金 完美無瑕的頂級龍蚊石 就此綻放 實在是太有成就感了 過去在經歷921地震 與多次風災襲擊之後 礦賣流失殆盡 讓原本產量稀少的龍蚊石 幾乎宣告停產 價格因此水澡船高 一顆50元硬幣大小的龍蚊石 珍寶是不是 對 就是有一個比較圓況 就是說它的金屬圓況 最完整 應該算是目前全台灣發現 最完整的一個圓況 它幾乎90%以上是金屬圓 是的 只有這邊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頁岩材質在裡面 還是黑膽 黑膽 黑膽 它跟黑膽共同 然後中間還有一點點的石英 白色線條 是的 而且好重喔 很沉 很沉 代表它的金屬密度非常的高 對 然後可能有一顆 可能我們需要用 用暴力 用勤的形狀來 這一顆 你還沒有拋光喔 沒有 就是起來的時候它就是這樣子 這顆拋光 有沒有可能拋到這麼厲害 這個 因為它的金屬結構 比較鬆散 OK 但是它的紋路比較漂亮 是 對 所以說他們的藝術價值 創意不一樣 不一樣 但以它 跟它的行情 這個堂子 市價最少差不多上來 那這顆的 是嗎 應該也差不多 不是大小的問號 是 是它的一個特質 特質 大哥說 源自於大午餐的愛療溪 有編於其他溪流 以小型龍蚊石為主 這裡的龍蚊石 大多體型巨大又完成 所以常見到價值驚人的物件 說這裡是寶山 真是不為過 可以跟著你 大哥我好感動喔 你們真的好有心喔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我絕對不會再有 我個人熟悉的字眼來問說 大哥 這個價值多少錢 因為這真的是大哥的一個心意 這以後是我消化的配件 不得了 有沒有看到 一個粗獷的 希望你會喜歡 我先感謝主 然後也希望說你會 永遠記住這個法 一定會在這個檔案裡 我覺得 龍蚊石 它的價值 沒有你比這顆心 來得貴重 你對於這塊恐怖的用心 我覺得真的是很感動 讓很多 尤其是剛剛他講過說 有些終點要轉業的啦 或是他可能呢 他可能沒有讀過那麼多書 但他想要有第二專長 對 他可能想要再有第二孫 四月第二孫 來到這個 這個算是一個 一個班級 對 一起來學習 玩食物的創作 然後呢 也讓慢慢的呢 讓國際看到 我們在這個屏東 山地門這邊 有一個價值的東西 對 以後來到山地門 不只是來觀光這邊呢 看看這邊的好山好水 這個民俗風情 我們原住民文化之外 帶一個龍蚊石回去 對 這一次想把我來到屏東 看到的不只是龍蚊石帶來的財富 我更是看到村民們推廣 在地產業的用心 屏東水門過去每逢假日 都有大批遊客前來遊玩 但是隨著外環道路完成 再加上風災沖霜 遊客利益減少 而村民們的心願 除了推廣龍蚊石之外 也著手規劃河床採集 磨石 雕石等系列遊城 希望更多遊客重返水門 這份對家鄉未來的期望 讓我深深的感動 花蓮擁有全台80%的食材 因此有石頭故鄉的美稱 據說在這裡出現一種色彩繽紛 渾然天成的七彩玉 不只享譽歐美國家 近年來更成功進軍艦 中國 新加坡等地 究竟這身價 動輒上萬元的寶物 是如何磨出來的 費了我多久 有二虎之力 終於把這塊巨大的石頭 放到這個廠車上面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 花蓮有多的石頭 普遍的大理石 花崗園對不對 風田玉 還有這個什麼 這個 玫瑰石 我算是一個石頭達人 那這次來到花蓮 我要搬著這顆石頭 到這個卡車上面 到底它何去何從 到底它的身世的末了 是會變成一個 什麼樣的玉石呢 聽說很漂亮 驚人 驚人好不好 就跟我們一起看看吧 走 小心 這顆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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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看到你這個工廠 跟這顆石頭 就是我剛剛從那個卡車上面 運下來的時候 是同一種的耶 對 你們這家公司在那邊開採 多少年了 已經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 那政府是如何來規劃說 你們可以開採的區域 這樣逐年來進行 這個是要有專門的礦石 是 他們要有這個群才可以 OK 這到底是什麼石啊 這個叫做 台灣七彩玉石 七彩玉石 對 可是現在橫切片這樣看起來 它沒有彩色啊 色的是我們經過加均樹的 色的是經過加均樹 這一大塊石頭 其實是叫做蛇紋變質鹽 礦區在中央山脈 增加除了將它變身成為七彩玉石之外 採礦後的環保動作也不得馬虎 這樣才算是良心事業 對 經過剛剛那樣的柴纖之後 到這個關卡已經變成腳柴了 對 它有一個固定的尺寸 對 也有大件的吧 有 那大件的話是要一個圓形 還是要組合 沒有 一樣就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圓形 對 那個的話就是接縫的 沒有 車床要比較大的 對 那這個到底是幹嘛呢 這個呢是 這個 你喜歡的 腰圍 對 師父他們在車的時候 我才知道自己做的車 就是小蠟大 瞭解 像我這樣一瞭 我這邊有運動 差不多二十九腰 差不多了 差不多 有一半已經變成圓的耶 你看到這樣 剛才的腳柴 被它這樣子一摸摸 這邊已經變成後面是方的 前面是圓的 等到這個步驟呢 待會兒我們看到 應該是整個圓柱 對 圓柱到哪裡去再撐 再把它挖 對 挖空 挖空 對 裡面挖空 等一下帶你去看 挖空 因應不同的尺寸 形狀的花瓶 增加設計了多種的工作台 才能夠一體成型的 將圓形裁切鑽模出來 當然也要配合上工人事前的 量具精確調整 以及研磨石的細心觀察 單靠機器也是不行的 今天我覺得已經在拋光了 對不對 還不到 還不到 但是它現在目前看到的是 這個青彩玉石的原色 對 沒錯 還沒有經過一個 特殊處理之後 對不對 它原來的顏色 你這邊請它繼續先停一下 好 先停一下 然後水幫我倒一下 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嗎 來 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的紋理 就是原來它這個礦石 開採下來之後 經過切割 塑形 整個把它挖成花瓶的情況之後 它上面的紋路是天然的紋路 已經有一點顏色 沒錯 可是為了這個 讓他們這個工藝品的顏色 有比於其他的這個礦石 對 所以你們有個特殊的工法 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大解密 那它顏色上去之後 是經過說 它一種渲染 是按照它原本紋路之後 反映出來的顏色 還是說 因為石頭它 它不能做畫 不是 不是說你今天高興怎麼樣 就怎麼樣不可以 還是它等於是一個家中 但是把它原來的紋理 對 變出顏色來 寫得更漂亮 對 就不會失去它本來 這個礦石的紋路 沒錯 也不是說你今天上的顏色之後 突然間出現一隻龍 或一隻風 那就有點作作了 沒錯 曾家老闆知道 這蛇紋岩的缺點 就是表面很粗糙 用磨大理石 玫瑰石的方法 是無法磨出完美的瓶身 所以就用不同係數的砂質 持續的磨光 而在這階段 只要撒上水 就可以看出基本的花紋了 魔術 對… 魔術的時刻到了好不好 就要有身後這個魔術箱 一進去之後出來 都要變成彩色的 是的 還有經過一些 剛剛說的know how技術 know how 對… 所以這個屋子裡面 應該有一些 游棋工人在裡面吧 是喔 牠住在裡面 一關進去之後 開始上油漆 開始上色 好 小心喔… 打開來 小心喔 OK…很熱耶 是的 大概差不多80度 四個小時 那牠就… 漫長的時間 牠會因為預熱而變色嗎 對 因為石頭裡面有含豐富的礦物 礦物質 有氧化鎂 氧化鎂 氧化鈴 氧化蓋 氧化系 所以你們的know how 就是放在一個80度的烤箱裡面 對 放四個小時吧 我的天啊 這很累耶 等四個小時 中間你也沒有拿什麼85度C給我喝 對不起 好累喔 但是已經好了是不是 對 你確定喔 對 可以打很難 Magic 可以 哇 哇 哇 裡面已經閃出七彩的光芒耶 我的天啊 還好我震得住牠 各位觀眾 七彩玉璽 它真的變得有彩色的 而且它那個是結晶體自然的變色 沒錯 感覺上面它不是用噴的 不是用化的 對 這是石頭地板的 對 它有一些那種 礦物質的那種亮晶晶的 對 一些顆粒在裡面 像雲母可能就會讓它亮亮的 共生體 共生 而產生不同的色澤跟紋路 對 這也就是台灣七彩玉石它特色 沒錯 雖然鄭老闆說石紋岩缺點多 其中多種礦物質 又會讓岩石的穩定性不夠 但是它卻發現沾上水之後呢 紋理異常的漂亮 於是就花了兩年的時間 研究如何將花紋顏色 變得更鮮艷 好魔術喔 算是一個保護膜嗎 對 我們叫樹脂 對 因為它有強烈的那個 刺激的味道 對 OK 所以要用這種方法來用零的喔 對 不能用糊的喔 不行 要讓它均勻 要讓它轉 因為這個我們要上大概五次 我們做這個是有目的的 什麼目的 因為石頭它本身它有毛細孔 填平 對 如果說我們要當花器的話 人家要放水進去 它可能會從那個細縫中 慢慢的露出來 這樣就不能當花器 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石頭它久了 它會瘋化 所以我們塗上這一層 可以耐摔、耐減 所以這個就是Epozy 跟地板一樣 它也是把地板的毛細孔都填平嘛 所有的水下不去 對 它變成一種防堵、防水的保護層 是的 剛才它是這樣嘛 對 慢慢的 因為機器會轉 這個是眼睛你要看著它 對 要開始移動 對 慢慢的 而且你知道我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正在欣賞一部畫 沒錯 就在我眼前這樣自然的出現了 在它變色那一瞬間 連我們在做的人 看著它變色都會這樣 哇 這個部分的顏色變得好漂亮喔 好 來到這邊了 好不好 做得好不好 好 對不起 淋上了樹脂的花瓶 顏色果然就會跳了出來 不過這時候可千萬別被它迷惑了 要連續塗上五層 才能夠做出絕對抗酸性又防水的作品 但是如果要更完美 就要再進行拋光的動作 讓它更光彩奪目 真的很繽紛的色彩 你看這邊還有是整個是全藍的 代表這顆礦石 它的礦物質是比較單一性的 這邊開始有漆彩的 你看看 這邊還有黃色的 所以這是很不一定的 像是一個刮刮樂 你一刮完之後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石頭 它經過處理之後 它反映出來什麼顏色是 完全不知道的 這邊這個畫瓶相當厲害 因為背一個穩穩的扶著 你好 是 你穩穩的扶著這個花瓶 對 可見這個花瓶有相當的不一樣的 這隻我們叫龍馬精神 龍馬精神 對 這邊有人拚馬 對 馬頭 這邊有一條龍 一條龍的聲音這樣 是 含老頭這樣 這個我們是做出來才發現到 它因為跟水溫池很安逸 我們是花瓶 是 然後一同的食品 對 都不如在一起 所以它業務長 它不是務業務 所以這個也算是說 它是一個完全天然的 你看到的東西就是天然的 對 經過我們推出的處理 OK 然後我這個處理就得過 這中文標準 十五的專利 七彩藝 是我們這個專利有沒有 商標學 然後我也MIT 然後還有那個經濟獎 金鋒獎 我都有 而且我忘了跟你們講 你現在所有看到的大劍人或什麼 它全部都一體成型 對 一體成型 完全無接縫 沒有 對不對 對 而且你看 一體成型 完全無接縫 張爸爸跟張爸爸你看 他們黏在一起 就是這樣 一體成型 對 黏在一起 完全無接縫 對 多人摩擦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Davy